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场议程 那在议程开始之前 先提醒大家我们每一场议程都有HackMD的共笔 还有Slido的QA连结 所以如果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写共笔 还有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是随时在Slido上面可以提出 那接下来的主题是使用PyDate 让你在浏览器中直接运行Python 以医疗数位影像视觉化为例 那PyDate是一套把Python转移成WebAssembly 运行在浏览器当中 就让你可以直接在浏览器撰写Python程式码 以及使用科学相关的常用套件 那我们事不宜迟就赶快欢迎今天的讲者 Grimmar康来为我们分享咯 大家好我是Grimmar 那我现在就开始我的演讲这样子 所以我要分享我画面吗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那个talk 那这个是outline 然后我一开始会先介绍什么是PyDate 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会介绍我的这个project 那我先讲为什么我会想要是用PyDate 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自己写一个Jazz Creek版本的 待看影像的一个空的外挂 那同时也是一个web这样子 不过我之前这个版本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之前用到一个套件算是有点 算有点老旧了 然后它现在已经有两三年没有人在maintain了 所以我想说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 假如有长期想要maintain这个project的话 那接下来我就想说那我就听过一些可能性 那我就做一个比较表 那可能这有几种solution 那可能第一个是说 纯粹的Jazz Creek版本的solution 这就是我原本的方案 然后主要是做 这表示视觉化跟patching的部分 那假如纯Jazz Creek版本的话 它可能就是有很好的就是互动性 跟很高的客制化UI的能力 那这边讲的通常都指的是 现在有本流行的旅游的 或是说angro或是view的 这些流行的former 那同时这些web的话 通常也很容易可以去发布它 就你只要去看网站就可以去使用高奖纸 那这边的这一团的缺点是说 它可能还是会需要一些front-end的skill 那也就是说 你有时候有些资料处理 或是patching的library的话 你可能没有抓Script版本 或者是说你有抓Script版本的话 可是可能你的 可能你的饮载的组织的 处理家他们是用Python的library的话 可能是跟Jazz Creek版本 会有些不一致的行为产生 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所在 那第二个手段的话 就是说可能是你前端上是用Jazz Creek 然后后端上就是用Python的server 那那好处就是说 它是前端上可以一样的很高的 科资化的Ui 也就是说它很强的互动性 比如说用Rewade或Vue的话 比如说你Python那边就可以去 可以任意去做一些Python的套件 在科学的套件 可以去做一些 就是做一些延伸它的功能这样子 那确定就是说 你会需要设计就是前端后端 你要多做一些 Afer的设计 比如说资料的Move 或者说API设计 比如说发布的时候 你同时你server那边会需要去 就是部署你的server 那第三个 也蛮流行就是说 很多的资料科学家 或是工程师会用Jazz Creek版本 做一个很快速的 一个Portotyping或实验 不过它比较不利于说 它不就不利于说 就是客户你的好的UI 复杂UI 或者是说 它比较不方便去做一些 大量的就是发布 那边使用 小时用去不论不口化 所以我最后选择是 用这个方案去 就是延伸我这个总案就是 那就是它 好处就是说 它也可以克制化 很好的UI 就是Jazz Creek的前端 同时说你拍戴 它提供就是很丰富的 就是Python的stake 这样子 那确定的话就是说 你还是会需要就是有 有人会去学 Found-end skill 去比如说 你也有去学它 比如说你拍戴 它可能你要去学 怎么用它 也说它还在发展当中 所以可能有些东西 你要自己摸索这样子 然后download size的话 它就是有点比较大 大概会到 可能几十Megas 或者说100Megas 左右不等 这个之后 之后 会再提下 这样子 比如说它有些少数的 没有 Python的Python 没有提供 有些少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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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的Python 有些少数的 Python的Python 你Python的一些功能 跟物件 还有Messor 跟Function 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是说 你反过来 你Python 可以去 assess JavaScript的 前端的一些 物件 或是Messor 或是Function 也都可以这样子 第三个是说 你可以安装 你这个Python 可以安装 任何的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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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说 它是没有C 或C++ 的 Extension 就是你可以 on the fly 去安装 Python Python 上面的任何的 套件 假如Python 的话 同时 你也可以安装 就是它已经 已经有人把一些 有C++ 或是C 或是C 上的 Python 转成Python 但少数的时候 小数的Python 也是有包含 纯粹的 Pure的Python 就是了 所以你可以去安装 Python的Python 就是这样子 它的提供的 Scientific Stake 的话 主要是有 LumPy Pandas ImminPoly Scipy Scikit-Lam 总全部 大概有84个 套件 到现在为止 那它现在还做不到 就是说 你在Python的Python 里面的话 你无法用原生的Python Web的一些API 不过你取代就是说 你可以去用 你可以在Python里面去用 JavaScript的 Web的API 去发 去Lukest的一些Web的质量 在Python里面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它现在有一些的 你要 OF就是说 你自己的Python的档案的话 你可能要一个一个去 放到你的 就是Import进来 比如说你的互动性的Debug的话 你会需要重新 Python的Python 变成是Debug的模式 才可以去用 这个互动性Debug 下面这是官方有提供一个 线上的Python的Python的 IP有的 可以直接去 去面去操作完它 这样子 那这边这是一个 Example就是Python的应用 就像Jupiter notebook的 它现在在实验它新版的 Jupiter Lite 然后它是Python的Base的 然后重点是它是一个Subless 就是说它 背后不需要很多的Subless 跑 你只要去 熊者只要是开这网页 东西就要下载 在网上去跑 然后这边是一个 就是我是用 就是下载 Community Team 台湾至少打过第一期的资料 这个是每天更新的 然后这个是里面 就有用到 就是Unlufly下载Python的套件 也就是说 用到Python的 然后还有就是 下载完之后 你要传到这个Local的 档案 那这个是一个在 WebSmart里面 一个新的档案 的系统 所以你可以用FileR 去写到档案里面 然后再去用Python 去读这档案 就把它画出来 好现在就是台湾 大概有 1000万个以上的人 有打过DG这样子 对 那这边讲说就是 就是Pydei的它的工作原理 那主要是说 就是它是变成 Web声音的一个 一个Build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里面会有 就是有Python的 3.9.5的Interpreter 比如说你安装的套件 然后还有你自己写的 Screen 当然就是你程度跑起来 就是你有 你会釋出一些Python的 Objects 然后它就可以跟你 有JusCreen互动 然后你JusCreen 可以去跟你 所以当然就是可以跟你HTN 有动的互动 下面是一个官方的意思 就是说 你甚至你Python 可以 这边可以去 透过JusCreen 去操作Dong 就是了 所以这边下面就是说 在Python的code里面去 写 就是用到JusCreen的API 去改变这个文字 对 那下一个就是 讲说 流程上 一开始要怎么去 使用这个Pydei 这边是用0.118 跟0.118.1的版本 因为它那个版本变得蛮快 所以 大家使用的时候 版本要注意一下 因为API有时候会变化 一开始的步骤就是说 你要先露 拍戴的一个 主要的JusCreen 可能是从你的URL 或是NPM 那NPM 其实这边打的信号 是说 因为它最近才 留意是NPM的版本 然后我昨天有试一下 然后就是没有成功 所以可能要再试一下 因为我都是用 我建议都是用前面第一个 下载CDN的URL方式 就先都进来 先下载这个JusCreen 的call 接下来就是说 那我要用 这个方权 这个是提供 在这个里面提供的 我要用这个方权去 才去正式而去下载 这个web声明的build 然后去 用这行去 这方权call去下载来 它会下载就是 这个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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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全部会 至少有30Mb的左右 这样子 那接下来 你就可以去正式写 你的python screen 那你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说 你可以在JusCreen 把你的python code 写成一个自创的方式 对 然后或者是说 你可以去把它放在一个 你的独立一个python档案 再去用JusCreen的方式去废取它 然后便是下载来 然后或者是比较适合 就是你的比较有规模的 你的project 可以去用这方式 然后这边可以提一下 就是这里的quiz 一个上标 就是我印出Hello World 也就是说 我会用那个Micrope去下载py.com 对 然后也就是说 我会import 系统这个packaging 然后最后一行 就是我会 就是 就是执行这个System Diversion 然后重点是说 最后一行 它预设是 会变成是你Core Function的返回值 所以换言之说 前一页 前一页的那个 最常是System Diversion的话 它会找 你是 我记得到第五步 就是说 你执行这个Square的话 它会把这个最常值返回 给这个 旅程到这个JSquare的一个Variable 这时候就可以印出来 对 那 这边有一个草 回到第四步 就是说 你可以安全地去 就是 你可以去执行这个Function Call 在JSquare里面 这一步才会去正式去 去import你前一页的指定的 那个 input的那个PiDicom 就是你这一步才会正式 input进来 然后再来讲说 派代的一些 一个很重的关键地方 就是它的那个生命周期 其实就像跟 像JPKNBOK 或者说你的 interput的一样就是 这边是一个Sample 就是说 我先定一个派代的 Python Screen 然后定义完之后 我去执行它 然后我去 就是 运出说 这里有个GobotVariable 就是 量子是 1 现在我去定义第二个Screen 然后 我接下来 一开始我就直接想要 印出一个GobotVariable 之后 它是 会找得到并且印出来 因为它那个 会使用到 之前成绩的记忆体空间 它是 同一个记忆体空间 接下来我 印出来之后 我可以把它加1 变成2 然后接下来 我正式执行第二个的 这个Python Screen 所以 我在第二次的JSquare里面 去执行 Python的Code的话 我会给这个Lang 这个变数 然后印出来去变2 换句说 它那个执行的 的生命座区 就跟GobotVariable 真的是一模一样 那这边是很关键 就是说 一些重点就是 JSquare里面 怎么去assets Python的 在拍戴的环节里面 这边提及说 Python的 Object Type 主要是有 Imitable 然后 这些Imitable里面的 Inc 或者FloodStream 或者Bulling 或者Lang 的话 它会 在JSquare里面 它会转成JSquare里面 的资料形态 然后它 会变成一个 隐性的转换 的Copy方式 然后 太常Lang 它会转成JSquare OnDefine 对 然后 Intel觉得这样Lang 就变成JSquare 的Lambler 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Tupel 跟Bite 跟Bite Lora 因为JSquare里面 没有相对应的 制造型态 所以说 它会变成一个 它们称之为 在JSquare里面 会变成一个 PyPlus的 物件在JSquare里面 它是一个 很特别 就是它会 它会 它会 foward你的一些 liquist到 你的Python 的Object 里面 所以可能是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 assess 这个 Python 对象的Object 可能是MESA 或者是说 Triple 都可以这样子 对 然后V2B的话 它也是变成PyPlus 然后可能就是有Function 的Digital 你自己的Cat 都是变成PyPlus 然后 assess方法 它主要是有几种 一个是说 我就CoreFunction 就是前期有提到 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可以得到它的履乘值 然后到它履乘值的话 我可以针对 旅途的Object 可以做 就是 读跟写这样子 然后 或者是说 我可以 不用通过Function 我可以直接去assess 一个 可能是一个 Global Lenspace 里面的Global物件 我可以用 这一行的Function 去得到 Global的物件 叫LAN 或者说你可以 甚至可以set它 然后第二个是 一样就是说 我不是一个Global的Lenspace 可是我可以 先在JavaScript里面 先定义一个 就是 自己的Lenspace 在Python里面 这样就 可能就 就不会跟那个 Python的Global Lenspace 打架这样子 定义完之后的话 就等于说 我自己的Lenspace 就可以去 有自己的一些 Variable 然后我可以去 Gate跟Cata这样子 然后Python里面 怎么去assess JavaScript 在Python的 封获底底下 也是类似 就是說 JavaScript的物件形态 有Primitive 这有Lumber 然后是Chin Bulling Undefine Undefine 跟Nor 它会变成是Python的Lung JavaScript的Lumber 它会自动去判断成是Python的Integer 或Fold 这当然就是会自动的 做一个隐性的自动的Nemory Copy到Python的Invitable物件 假设是JavaScript的一般的物件的话 可能就是内间的物件 可能是Ubject 就是AreaBuffer 或是你自己的Cast的话 它变成是Python里面的JS Plash的物件 然后就可以是Fold Request到原本的JavaScript TDT空间里面的物件量子 Function当然也是变成Python里面的JS Plash的物件量子 而SS方法也是类似 就是可以CodeFunction 或者是说 用Function级线值的物件 的Value 去读跟写 然后你在Python里面的话 怎么去AssessJavaScript的话 它也是类似 然后FunctionCode 就是说 我可以直接ImportJS 去AssessJS Google的一些Object 或Value 或者是说 我在JavaScript里面 我可以先定义一个 就是Module 这类似Python的Python Python的LensSpace 就是JS 在JS裡面 我可以订阅一个JS JS給Module 这时候接下来 我可以在Python里面 就能去Assess 这个Module的Scope里面的 变数 或是Object 我可以把它Import进来 然后运出 或者是做Set的动作 就是Ride的动作 这样子 然后重点就是 只要不是JS Plush 或是PyPush 的话 你读跟写的东西 都很自觉 就是跟一般的 在那里的写法 就一样 就是 这个主要是透过 它那个Import的转换 然后在PyOdit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 假设不是一些Promative 或是Immutable的东西 然后它会变成Push JS Plush 或PyPush 那我到底要怎么去 去透过这个 去forward 我的一些Request 或是Assess 里面的 它对应的物件 的HP 这边是一个整理 我整理的表 然后JS Plush 在Python里面 我要去用JS Plush 这个绿色的 是官方的那个连结 然后不过它连结 但是有时候会 没有说得太清楚 我这边整理一下 就是 主要有分层说 假设那个它是 它通常是一个 就是对应到是JS Plush 的物件 那我可能JS Plush 物件它可能是一个 Alert或Object的话 我可以用 就是用那个 S Plush 的这个 有中关物的方式 去assess 它的Element 然后或者是说 物件的话 可以用点的方式 去assess 它的 原本JS Plush 或者是说 JS Plush 它一起 也 suppose 说 我在Python里面 去用JS Plush 的Control 的方式去new 出JS Plush 物件 不过写法 就是你的 JS Plush 点new 的方法 这等同于 JS Plush 的new 这个方式 然后第二个是说 假设我不想要 如果我想要直接做 类似传统的 Deep Copy的话 也可以 就是 这里有2 底线 Py 这个方式 我就可以把 JS Plush 比如说 它等于是做一个 深度拷贝 便是派上的List 这边是 这个方式 其实有一个 拷贝的深度 就可以去指定 就是 它就是 然后 接下来就是 有大信号就是说 我可以在 我可以在Python裡面 去执行 2.js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先讲一下 Joss Cree的 这个东西 这个部分 Joss Cree的话 也是类似说 在Joss Cree裡面 我要用PyPyPyC的話 我可以去读跟写 不过重点是说 目前的话 它的大的 notation 是support的 假设是传统的 subscript 的话 它是没有support的 你必须用 Gate 或SET 才可以去 assess List 或说Degener 里面的 你深度考核 它可以提供 2.js 然后 这边 JS Cree的话 你会 额外去需要 做一个动作 就是说 我要去用CodeDestroy 去release 避免PyPyPosh 的东西 物件去 连接到的 Python的 object 有Mable 力 可能要扣在去避免 这个行为 这个下一次又会想去讲 那这边 接下来我提到说 JS Cree 它有一个 2.python 跟 python 有个2.js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在 python 提早去 做 Code 然后 我扣完之后 JS Cree 的 python 的 物件 就是 我可以提早 Code 这个 Python 我提早 转型 物件 然后 JS Cree 的话 就不用再去Code 就是 2.js 就是 部分 这样子 对 就是 他点以后 在另外一篇 提早做动作这样子 然后 这边是一个 RoundTrip 官方的 esample 就是 我可以再 派上物件 它变成是JS Cree 裡面的 Python 丢过去 然后 再丢回来 它会变成 同一个物件 就是它所谓的RoundTrip 就是 就是 它Python 跟JS Cree 它会保有 它的物件 尽量保留 它的物件 的reference 好 这边是一个重点就是 Python 为什么要提出 就是说 因为Python 是它的 JS Cree 它原生 主要是 两种 最主要是 会有reference 的机制 然后 第二种就是 就是它 就是有 reference 管理机制 这边是一个意思 我们叫做 reference count 就是说 这是一个 Python的方式 假如我这边 new出一个 一个list 理论上 reference count 会加1 这个方式的角度 假如它是 在一个scope 它理论上 会-1 假如JS Cree 是在JS Cree 这个方式的话 它变成 会是说 这边是 可以加1-1 可是JS Cree 的这个 你变成是 Pypashi 的话 它 reference count 会加1 变成 因为它其实要 会加1 就是它会 想要 在 开场这边的 记忆体 会想要加1 去免贴它的 reference 那这样 结果就变成 因为JS Cree 的物件 可能会过阵子 才会去 理论 所以说 你最好是会去 你要去 显性的 自己去 call it Detroit 把这个变成 6分解释 这样才会 及时的去 把这个 对应到的 Pypashi 对应到的 Python object 去 这个是 我在官方 询问 Gilber论堂 对方的解释 这样子 就是蛮重要的 一个点就是 然后这边 额外提 就是 JS Cree的 Ele Buffer 或是说 Ele Buffer View 以及说 Python的 有Support Buffer Protocol 可能是 byte 或是说 byte 的一些 他们对应到 JS Plus 或是Pypashi 一些重点 然后这 蓝色就是它的 官方的连接解释 这个其实行为 就跟前一页一样 然后 额外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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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在 JS Gilber论 我可以去用 Pypashi 的GateBuff 去做到说 就是 没有拷贝 直接去 assess原本的 Python 物件里面的 可能是 byte 或是说 就是byte 然后它是存在 Web上面的 计体空间里面 可以直接做 读写操作 就是Mathomel 比较快的 然后下面是官方提到说 2.0 把原本Buffer 转成用 2.0 的话 有时候还是ok的 就是什么说ok 就是说 你在这个下面的 1920x14x1080的话 那可能速度可能还ok 假如是 原本是 Dimension是 1920x1080x4 假如是一个 比尔瑞的 byte 计体的话 你用这个2.0 拷贝就可能会比较慢 这可能会牵得到 就是 Jasmin的 计体的 Lewis的 就是 array的 new的 速度 所以 这边要注意一下 这边讲 我 就是 什么是DICAN 就是 DICAN 就是 它的缩写 它有support 就是 Image File 的 格式 然后 Midio 或者甚至给存 ECG 新电图的档案资料 它同时也包含 就是网络的Protocol 然后 它可以存一些病人的资料 然后可能是 这个study 或serious 你通常少一次 可能一些 一次CT的影像的话 它可能会 会有几十张的DICAN 的档案 它处于同一个serious 然后它可以处成 病人的资讯 例如说 DICAN的照相时候的 坐标 例如说 可以做 诊疗时候的一些 label 或是一些记录 下面就是 就是 DICAN处理的时候 我要 影像化 我要处理哪些 Tag 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Transfer Synthes 然后它会对应到 是不是 压缩的格式 TagPeg 然后什么格式 比如说非压缩 比如说 DICAN是什么样的DICAN 它可能是 气体影像 或是Xray 或是超音波 MRI的MR 比如说 光谱 就是 它是 单颜色光 RGB 或是YBR 比如说 就是 SudoCard 这样子 Transfer Synthes 这蛮重要的 然后下面就是 也会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 这是我的 Project 的一些功能 就是我可以看 线上的DICAN 比如说 看Offline DICAN 比如说 可以Support Windows Center 的调整 比如说 因为一个DICAN 可能会有Multi Frame 然后它 为Support的功能 然后 比如说 用Plan的View 这样子 对 然后它也是 空intention 下面是一个截图 就是说 我可以用滑鼠的 就是滚动去调整 就是Windows Center 跟WIS 然后它的FPS 可能就是二三十 或是以上 这样子 然后这 功能的截图 上面是有些 就是病人 就代卡的资讯 也说我可以用 下面的State Bar 去看到说 我可以拖替一个Folder 然后下面有几十张的代卡 它会形成 可以切换成 就是一个三截面的View 然后三次图 然后我可以用Support 去切换它的 就是 截面样子 会变化 然后像你们讲的 就是实作的重点 就是 我是用Type Screen 比如说 Type 有这样的Type 然后我是用PiDICAN 然后它是WordDICAN 的 Flo的话 就是蛮重要 就是我先用PiDIC 比如说 我是用PiDICAN 我建议PiDICAN 就是PiDICAN 然后PiD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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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官方没提到的技巧 就是我自己抢到的 这样子 然后JUST可以挖读 本地章档档 我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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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议 我去调典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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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我這邊要先準備一個JPG Decoder 然後我會把它印鑑到Python的物件裡面 然後換句說,接下來在Python裡面的話 我就會做一些,就是用讀到Buffer 然後去做,我會先把這個Buffer用Py代行 然後轉成,就是把這個Py 轉成那個我可以用的Bite資料 然後接下來我就用Bite資料去做一些印算 跟Decoder的解壓收這樣子 對,然後因為時間不夠 可能要有點快 然後這邊是那個Performance 然後這邊是有提到說,我一些步驟 然後重點就是說,我要做一些代行的處理 轉換,比如說用Lampy做一些計算 然後第一個可以分享就是說 Lampy的話,有時候你用 它有些方法會,像這個Despac的話 就會比Lampy的那個印射還快 還蠻多的 這是第一個重點 然後第二個重點的話就是 這邊,三頁提前提到就是說 我回來補充一下 就是,我是在Python裡面去 去使用JavaScript的這個方法 就是這邊有一些方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在這邊用JavaScript的Decore的方法 這邊有GitBuff,然後release它 然後接下來接下來我要這邊去講 接下來Python裡面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用Lampy的話,第二個重點就是 它的Performance部分 就是這邊是一個上面就是說 我在Python裡面的話 用比較有效率的Lampy的方式 代表0.0秒秒 那假設是說 我是用Local的Lampy的話 用的方式的話 它其實也蠻快的 可是假設你是說 你是在Python裡面的腦袋 可是你是用Lampy 可是你是用一個一個Mont interpretation的話 它就變蠻慢的 變4秒 這邊暗示就是說 其實Python的 在Web上面的話 它其實速度會變 比Local的Python變更慢 可是你可以用 因為藍拍其實反過來蠻快的 你可以用 單拍的就是一些有效率的方法 算是Compensate 就是補償這個效能的損失部分 然後這邊只是很快講講說 我在NewTour的時候 我JavaScript怎麼去 assess一個SampleP 比如說 我這邊是一個JavaScript的Python 然後它對應到那個 剛才那個Python的物件 我可以直接去assess它的attribute 然後 比如說 我去把它做 在attribute下面的話 我會就是 assess的buffer 然後把它就在Campus上面去 比如說 我可以重複利用 就是 我可以用這個物件 可以去做ReRender動作 然後用那個MouseMove去 去調整它的畫面量 ReRender 然後這邊有個分享就是說 它有提供一個Function code 就是 拍帶你可以 假如你想用Python的push push argument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 去用它量子 然後 這邊就是講的是說 就是 Pypush的話 它其實你看這邊 我可以 我假如我是直接用 就是這個傳統的 中怪我放出來 是assess不到的 假如它是一個 對應到Python的例子的話 我可以用get去assess到 或者是說它可以support Falloff的方式去assess一個 Python的iterboard的list 這也是可以的 然後這邊是一個isample 然後這就是 對 然後這邊是一些很快的提到的重點 就是 Pydei裡面的話 官方就建議說 雖然Pydei package 它support 你可以用 你可以把一個pool 或是有西加的 轉成Pydei package 可是它建議說 以後的話 它建議只用 只接收西加或西加的 或是轉這樣比較有 反正因為假設是 純的Python package 你就unapply 安裝就好 然後這是一些Pydei 可能其實使用重點 它可能會有時候 有些take-away會 會迷失掉 你會再處理 然後我現在這個parch的狀態的話 我現在昨天已經 就是上架 申請發佈的新版本 就還在想的當中 比如說我自己有 它用到那個Pydei的大小的話 大概是20Mb 然後加了nupy 然後原本是170Mb 我把意思我拿掉 對然後有用到就是 我這Pydei也有用到 我自己寫的TypeSecret的一個 一個Q 然後去以防止說 一開始假如同時 還在Loading的時候 假如Ui去 有推檔案的話 它打架行為 對那於說 就是以後可能我想要用Webwork 可能因為我發現到說 用Pydei的速度可能還OK 可是 我一旦同時打開空的Console的話 它FPS有點掉了 這個可能就還在看 或是試用的Webwork 我可以看 到底會不會有解決這個小問題這樣子 這是一個上面 就是Pydei就是蠻有趣的 然後有時候很有用 然後你要評估大家 對你的專業 你評估大家需求 然後它也蠻歡迎一些貢獻的 然後我有去貢獻起的 就是文件的改善 然後對 然後其實蠻多東西可以去參與討論 或者改善的 就是比如說TypeSecret Typing 或Webwork 或Debagger 或是Python Nacho 或是OpenCP之類的 假如你想要把OpenCP 變成是Pydei的OPEC的話 對 然後我自己專業的話 也蠻歡迎貢獻 然後大家 這是一個免責的聲明 就是說 它不是否 因為它沒有申請正式醫療的 法規的使用 就是一個參考用這樣子 今天演講到這邊結束 然後謝謝大家